拉高出货 这一节我们讲打低出货 打低出货是一种强行出货方式 庄家有一种强烈的出货欲望 可能于基于套现 分钱有关 或者是资金链断裂 被迫出局 此时未必获利 盘口特征为 开盘就快速拉高 然后一路卖出 大单小单一起下 呈现出一种毫不掩饰 坚决出局的态势 所以这种打低出货 盘口往往表现的非常明确 也就是不断的出现卖盘 没有护盘资金在 出现这种情况 也非常容易辨别 也就是不要去碰 庄家被迫离开 我们来看这种成交的形态 我们看开盘的时候 股价迅速出现了一波拉升 拉升完之后 迅速不断下跌 一路下跌 这边震荡下跌 收盘几乎也收在全天的低点 那么在成交量上面 开盘这一段是迅速放量的 随后成交量忽高忽低 K线形态也是收了一根 实际的阴线 所以虽然这种情况 也一定要远离 那我们看 刚刚的这只股票 在这一天 对吧 冲高之后迅速一根大阴线砸下来 连续三天 大跌 股价下跌趋势 最终跌了百分之五十多 那么可以看到这边 其实它在这一天拉过出货的时候 其实主力 前两天已经进行出货了 已经放巨量 在这种高位出现了放巨量 那么由于打地出货 是强行出货 成交量大多放不出来 后面进入了漫长的阴滴模式 这边都是缩量的阴滴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形态 不要犹豫 果断止损 因为后面下跌的趋势 还会更大 那我们来再看一种案例 这是盘口的挂单 我们之前讲这个拉高出货 都是买盘上出现了很多大单 对吧 伪造成这个故意要买 那么在直接出货中 打地出货中 它就是直接卖盘上出现大的卖单 毫不掩饰 就是我要卖 大量的卖单挂在卖盘 股价 不断的在突破关键点位的时候 放巨量 在这个低位 放这种量都是主力大单 直接砸下来 全天的K线为光头阴线 缺口始终未卜 我们看这边 挑空缺口始终未卜 全天毫无反弹 就是一路下砸 所以这种其实没什么好看的 因为非常容易看懂 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是远离就好 远离就好 那我们看 这是它的K线形态 高位呢 远离线 拉高出货的成交量呢 却很大 在这个高位 放出了大量 打低出货的时候呢 成交量始终放不出来 对吧 打低出货的时候都是缩量 因为在高位呢 它其实已经放量出货了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继续下跌呢 其实它货已经出差不多了 最后股价呢 跌了50% 所以在直接出货中呢 一旦你遇到了 一定要果断离开 否则呢 后面漫长的下跌 会形成非常大的亏损 那么讲完这种出货呢 我们下一节讲